謝謝您,謝謝 感恩 感恩,謝謝 謝謝感恩揮手在鞠躬 國民黨新北市第12選區 邢和立委廖先祥站在細質的大同路 與南洋大橋頭繼續卸票行程 感謝鄉親一路相挺支持 過程中有民眾揮手 或是筆站回營 在這邊先感謝我們所有 七星區的市民好朋友 在這次的立法委員選舉中 給先祥的鼓勵跟肯定 讓憲強可以在這次的選舉中 能夠順利 能夠當選,能夠前進國會 為地方服務,先來這邊深深的一句公 感謝大家 我想在選舉的過程中 那一定會有許多的 政治攻防 或者是地方政策的討論 那我想當選後就是一個 責任的開始 那在選舉過程中,所有的批評 的指教都是成為我 智障的養分 秉持著一直以來的選舉模式 廖先祥卸票也是盡量以不影響民眾的生活為主 選後的第一個上班日 星期一一大早就帶著團隊 站入口卸票,感謝大家的支持 讓他可以在激烈的選戰中 獲得勝利,前進國會繼續為地方服務 未來會努力兌現 競選時的承諾 所有的鼓勵跟支持 也都是未來我四年 我為大家服務的一個動力 我想選舉結束了,當然第一件事情 必須要先出來 過去有跟大家拜託的 一定要先站出來跟大家感謝 但是更重要的是 怎麼樣在前進國會的時候 能夠兌現與實現選舉時間 給大家的承諾 我想這才是所有的市民朋友 最關心的 那後續的時間 我想就算還沒有就職立法委員 我想在就職之前 也會開始把當初 大家所跟我們建議的 有關中央的一些建設 我們就開始去了解 開始去推動 讓我們地方的建設的發展 能夠無縫的接軌 新北市第12選區 浮原遼闊 廖先祥卸票行程 從汐止出發 接下來會到金山萬里 瑞平雙貢等區 當然最重要的是 2月1號前進到國會 為地方建設 做更多的努力 解誠慧林 希致採訪報道